由北加州师大校友 北加州北义女校友 以及北加州客家同乡会 三个合唱团所组成的 师北克合唱团 在母亲节前夕是举行了两场 情与情音乐会 唱出了亲情 友情 爱情 还有恩情 而每场五百人次 而且两场演出都刻满 也显示出这一项 迈入第七年的音乐会活动 是相当受到欢迎 由北加州师大校友 北加州北义女校友 与北加州客家同乡会合唱团 组成的师北克斯巴合唱团 在母亲节前夕举行两场 情与情音乐会 唱出亲情 友情 爱情与恩情 前往聆听的贵宾 包括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旧金山分会主委林琼云 头部咨询委员金颜男 以及驻旧金山办事处 组长张秀珍等人 在小提琴和大提琴开场下 演出的第一首曲目 就是令大家熟悉又动听的 旧金山分会主 除了这个大合唱外 指挥王于迪言也亲自带领 平均年龄有84岁的长者们献唱 甜蜜的家庭等两首歌曲 献给全天上的母亲 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热烈 回响非常 大家观众都很热情的音乐会 在此我仅代表全体合唱团团员 谢谢湾区前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的观众 据台湾特色的原住民舞族曲 也是演出的重头戏之一 此外还有结合东西方古典艺术 与现在流行的曲目 当然也少不了经典的客家歌曲 让台下观众大饱耳胡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这边参观我们的表演 我们练了一年多将近两年 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成就 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相信观众也被我们感染得非常的愉快 自从这三个合唱团 2006年开始联合公演后 每年两场1000个座位都是客满 给了团员们莫大的鼓励 这演出迈入第八年之际 大家将会更卖力练习 陪报北加州侨胞的热情支持 台湾联系王本出 美国旧金山 台湾报道 台湾报道